女子离婚之后 带着女儿嫁给了当地有名的低保护 如今对方获得百万拆迁款后 却将女子当成敌人一样防备着 是丈夫有钱之后翻脸不认人 还是其中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眼前的这个女人名叫王颖 一见面就向节目组哭诉着自己的不幸 说自己有家不能回 有房不能进 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难以看上一眼 只能孤独的站在门外 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那么这个家庭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王颖坦言一切都是因为房屋的拆迁款惹的祸 她丈夫杨飞亮的房屋早些年面临拆迁 去年拆迁款终于发了下来 总数高达九十多万 这笔钱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笔丰厚的资产 可是让王颖没有想到的是 杨飞亮拿到这笔钱后 不仅没有告知自己 甚至还和他断绝了联系 现在更是将自己的微信和电话都拉黑了 被扫地出门的王颖 觉得一切都是丈夫舍不得将拆迁款分给自己 才故意如此的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呢 在屋外等待了许久后 杨飞亮带着儿子终于回来了 一见到王颖 杨飞亮的脸上明显流露出些许无奈 显然这已经不是王颖第一次因为这事找上门来了 这个家也因为拆迁款一事 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杨飞亮坦言自己并非故意隐瞒拆迁款的去向 反而在拆迁款到账的那一刻就给王颖打去了二十万元 此举只为挽回王颖渐行渐远的心 可这笔钱在王颖看来实在是太少了 他还想要更多 看着王颖为了钱咄咄逼人的样子 杨飞亮感觉自己早年的担忧如今已经成了现实 害怕继续给王颖钱只能是时辰大海 也为了防止王颖也为钱继续骚扰自己 这才故意躲着他并拉黑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那么杨飞亮此前的担忧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杨飞亮一家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户 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母亲患有精神疾病 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 只能靠政府发放的低保度日 由于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所以杨飞亮与弟弟都没有成家 幸运的是几年前杨飞亮所在的村子面临拆迁 协议也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商定完成了 虽然拆迁款还没到账 但是杨飞亮知道自己有钱了 也可以去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了 惊人介绍杨飞亮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王颖 王颖是二婚 与杨飞亮见面的时候还带着一个女儿 杨飞亮在见面之初就表示 自己不希望找一个奔着他拆迁款而来的女人 而是一个勤俭持家能好好过日子的对象 似乎知道现在自家的情况坚固 杨飞亮表示如果对方可以做到的话 那么等拆迁款下来后自己可以全部交到女方手里 由对方保管 王颖同意了 二人也就顺势办理了结婚证 成了合法夫妻 可二人生活在一起后 杨飞亮明显感觉到 王颖似乎目的并不纯粹 言辞中满是对自己一家人的嫌弃与不满 王颖与杨飞亮结婚的这四年里 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年 其他时间都在娘家居住 照顾与前夫生的女儿 如今拆迁款到账了 王颖回家的次数也变多了 可每次回来都是为了钱 无休止的争吵让她难以忍受 女子二婚嫁给当地有名的低保护 竟是为了对方百万征收款 是男方凭空杜撰 还是女方早有预谋 这段相互不信任的感情 又该走向何处呢 听到杨飞亮在质疑 自己当初结婚的目的 王颖不愿意了 她表示自己的家庭的条件 要远远优越于杨家 自己不仅本科毕业 现在在小学里当教师 娘家也有一栋三层高的小楼房 反观杨飞亮 初中毕业不说 家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更别提其他物资条件了 那么既然不图钱 那么为什么会为了拆迁款一事 闹成现在这个局面呢 王颖表示自己虽然不图钱 但是也想要回属于自己应得的财产 那就是分给自己女儿的 那25万元拆迁款 听到这杨飞亮 有些忍不住了 拆迁的协定早在王颖架过来之前 就已经签好了 况且妓女在协定上 是没有资格拿到那笔钱的 看杨飞亮依旧不愿意给自己钱 王颖实在忍不住了 好像恼羞成怒一样 对着杨飞亮狠狠地打了几下 如果不是调解员将她拉开 或许行为会更加的激进 其实早些年 杨飞亮就已经想结束 这段名存是王的婚姻 但是王颖一直没有同意 一直到现在 自己的拆迁款到位了 王颖反而开始提离婚的事情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王颖嫁给自己的初衷 但是看着越来越大的孩子 杨飞亮反而不想离婚了 二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僵持 看到杨飞亮对孩子还留有牵挂 王颖表示 只要杨飞亮把拆迁款都交给自己 那么他一定会好好把持住这个家 照顾好二人的孩子 想到王颖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这些话杨飞亮不会再相信了 与王颖分开后 杨飞亮来到了父母家 由于拆迁房还没有下来 此时他的父母还在外面租房住 从屋内摆放的家具来看 家里最贵的东西 反而是房东留下的那台老旧空调 可以看出杨家在征收之前 家里条件确实相当困难 杨飞亮父母的老屋也已经拆过了 其中还有属于杨飞亮的50万元拆迁款 但是照顾到弟弟还没有成家 这笔钱也就没有要 这也加剧了杨飞亮与王颖的矛盾 那么作为王颖 又是怎么看待这场婚姻的呢 女子二婚嫁给当地有名的低保护 如今对方获得百万拆迁款后 却不愿意交给自己 为了拿到这笔钱 她决定与对方离婚 那么她的想法能否顺利实施呢 双方又该如何收场 王颖坦言自己 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当初因为爱情与对方走到了一起 可后来因为经济问题 双方约定离婚 孩子也交到了她的手上 万念俱灰之下 这才惊人介绍找到了比她大九岁的杨飞亮 可杨飞亮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不仅结婚是办酒席的钱是借的 连财礼钱也都是打了个欠条 寄放在王颖家 孩子出生后 一家人的生活过的更是紧巴巴 奶粉钱 生活费都是杨飞亮 从银行里借贷出来的钱 来维持基本生活 这也是王颖选择离开杨飞亮 回到自己娘家生活的原因 那么既然当初第一段婚姻 就因为经济问题导致离婚 那么有过经验的王颖 怎么会再次选择一穷二白 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杨飞亮呢 王颖表示 当初就看杨飞亮对自己好 能照顾自己 这才选择与对方结婚 现在二人的关系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只想拿回帮女儿争取到的25万元之后 与杨飞亮分道扬镳 那么妓女能否享受拆迁政策呢 来到当地拆迁办 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 妓女在拆迁协议上 不能享受相关政策 没有资格分割这笔钱 而当初拆迁之所以会多分给杨飞亮家25万元 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当地一直是受帮扶的对象 特别深情的 与王颖的女儿没有什么关系 既然与王颖的女儿没关系 那么二人又该怎么面对这段婚姻呢 再次来到杨飞亮家 这次的王颖的态度没有之前那么强硬 反而打起了感情牌 诉说着自己这些年受过的委屈 吃过的苦 如今他已经不想再继续经营 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了 由于已经养育了一个女儿 所以儿子他也不想要了 离婚成了他最终的选择 但是只希望在离婚前 杨飞亮能用金钱来弥补自己这些年的损失 虽说之前杨飞亮已经支付给他20万元 但是那笔钱已经被他用来买房子了 现在房子还没有装修 急需杨飞亮的拆迁款来填补漏洞 杨飞亮始终无动于衷 甚至让王颖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见此情景王颖直接跪倒在杨飞亮面前 哭诉着自己这些年的不容易 看着王颖伤心欲绝的模样 杨飞亮心软了 还是决定再给王颖9万元作为补偿 双方协议离婚 这段并非因为感情与爱走到一起的婚姻 再加上利益的纠纷 分开或许是必然的结果 只是这样放纵自己的人生 除了落得个一地鸡毛外 还有什么意义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妨点赞收藏加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